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深刻的曼联赛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要请留意 对于我来说最深刻的赛事 当然就是99年这场欧联决赛 记住其他朋友 如果你们那时候未看到这场赛事 你有另一场深刻的曼联赛事 都可以用我来说 我自己过了一场赛事 我当时就说一下背景 我当时在英国工作 在伦敦生活 但是很不幸运 我工作的地方 大部分人都不看球 唯一和我最友善的同事 他是看球的 不过他就是 石周三的支持者 所以基本上 没有太多人跟我说晚 那晚我当然 下班第一时间就回家 但家里也是没有人看球 只是我自己在看球 老实说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精华都知道 这场赛事是一般的 而且我们基本上 还有些机会 但是拜仁的机会 明显比我们更多 当时已经打定输数了 到最后 换完人之后 再换完 舒领衔 蘇斯克查 所有飞机大炮都换完之后 看看有没有机会 其实说真的 感觉上的机会是不大的 但谁知道 你猜不到 两个角球 就搞定了 尤其是第二球 真的猜不到 舒领衔可以这样 换到给蘇斯克查 当时来说 当然是欢喜若狂 我当时的家里是两层的 最初在楼下那层看电视 家里的妈妈在楼上 我当然是整个房子走 入了第二球之后 其实入了第一球 也不敢兴奋 入了第一球 还是很肯定的 打算加持 全世界人 那两个人加持 我想那时候 全世界唯独是一个人 想着不用加持 那就是废靠信 我都很肯定 全世界人都想着加持 是他一个人知道不用加持 之后 当然有些人都瘋了 通屋走了 都算是幸运 因为那时候 看完场播 十点多钟 十点钟左右 起码都会有段时间平静了才睡觉 我可以想象到 在香港看的朋友 我想那晚应该是 没可能睡得着 但anyway 我记忆那晚都不太睡得着 实在太神奇了 这个就是我自己本人 99年那场欧联决赛 完了之后 和当时的反应 希望听听你们当时是怎样 或者你们 我想大部分朋友 都可能在香港 或者亚洲看这场播 有没有那些朋友 像我那样 可能在英国 或者美国 加拿大那边看的呢 不知道 OK 再次多谢Maymay 帮我们想到这个题目 希望各位多多留言 多谢 说起最难忘的 是啊 其实这个题目 是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的 老人说 多年不是说年纪老 是说看球的年龄老 其实我自己看球 不是很久 我自己 所以都没有看到 99年那场球 我自己最深刻印象的一场球 就是曼联和巴黎仙日耳门 打了那场球 因为我记得 之前曼联一直很敢赢下去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都很担心 巴黎仙日耳门那场球 他们会输 还要输得很多 会令他们没有了信心 我自己说 输一球或者两球就好了 不要输那么多 没有想过 他们到尾 这样来最后一刻才射入了那场球 当时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觉得很神奇 讲起最难忘的 曼联比赛 一定会是三冠王那晚 还记得那时候 应该只有十多岁 其实在香港 也不是那么容易 有得看到那场球 但是当时一群朋友 终于找到其中一位同学 在家里是有装修柜电视的 也都哄到他 给我们一群同学上去看 这一场经典的赛事 很幸运能够看到这场球 那时候 我还记得 一开球 不久 曼联就输了一个佛球 其实 我们一群年轻 只有我 叫做曼联等 其实那时候 都刚刚开始 叫做 中二曼联 开始留意曼联 但其他同学 都是没理到的 见到长球 曼联被人都压着打 整班都睡觉了 只有我一个 继续在 死守着的电视机面前 是希望可以扭转败局的 但是看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了 其实都 都挺绝望的 但是 最后 当然就是有奇蹟发生 我还记得 追和那一刻 一比一的时候 是很大声叫了出来 结果全屋人被我 吵醒了 那我就不断地 跟我身边的人说 喂 曼联追和啦 追和啦 好开心 叫醒了所有人 大家一起看电视机 看家事 接着就 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真的开心得很紧要 大家是 一群年轻 都抱着对方 一起在那里 慶祝 大家 其实他们也不是很喜欢曼联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很开心去庆祝 曼联拿到三冠王 接着 很不自觉地 就真的 哭了出来 接着 下一次 雷刺事 要去到 07-08年 再拿欧冠冠军 再拿欧冠冠 再拿欧冠冠 他问我 你有没有 一场 很深刻印象的比赛 对民联的 大多大多都知道的 我自己看完巴黎宣任尔门那场呢 我那晚都眼光光了 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脑子是想着那场球 接着都睡不着了 等到天亮了 阿V 你不是在这个环节分享过吗 不要这么孤寒 在这个环节分享多一次吧 是他自己问我 又有没有 那个大巴是自己问我 你有没有 深刻印象的球赛吗 我就打九九年那一场 你可以回看YouTube 我有讲过 这一场比赛 我的 我的 表情或者是 我的动作 如果我讲 就是我九九年欧冠 我就还欧小过 没看三公王的时候 没开始 但是如果我比较最深刻的 曼联比赛 应该就是 欧联的时候 对罗马那场决赛 那时候我都 其实我没有记错 是有斯朗 那些 那时候 其实罗马也有 托迪 迪罗斯 很多很厉害 很厉害的球员 那场 那场 林远卓 知道他反胜 那一刻 其实 那时候我都没有 完全看直播 我看精华 看重播 我才知道他赢 但是我也觉得 都挺 惊喜 那时候 我们 那时候 都不是最强的 曼联的时候 那时候 还是 可能是 斯朗朗里 两个比较顶级的 那 那时候 那时候 华队长 阿兰尼 都在 阿洛师兄 我想 大部分 曼迷 当晚 都一定是 拆天 我想都没有 多少个 还可以很沉默的 坐着 看着 圆场那一刻 应该 没有人可以很静的 坐在那 Rion兄 其实 我还没有说 其实 都挺低B的 那时候 是开心得 是想冲下街 告诉别人 曼联重夺欧联冠冠军的 我都很希望 快快快 有这一天 是那种开心 是 不懂得怎么形容的 話是说 有没有师兄 可以分享一下 曼联首夺英超冠冠 那时候 那个情况 是怎么样 那时候 真的太小 是没有看过的 看回那些片 好像没有什么感受 有没有师兄 或者大巴 可以说一说 其实 当年是怎么样 情况 最深的印象 就一定是 99年这场 决赛了 六分钟 就开始落后 了 开头 心情 都很定 因为 知道 应该会出现 因为那一年 我们经常落后 才反胜 很多次 很多场 都是这样 所以 对自己的球 也很有信心 但是越踢 越来越不对路 因为 完全被白人按住 越踢 幸好 门柱 门尾 都够了我们 再加上 再加上 这个 酸米高 也有很高的水准演出 也有很多 必入的球 那 终于 帮我们 顶到 90分钟 仍然是1比0 令到我们 最后一个机会 可以反胜 但是 我记得 我记得 转捩点 就是 碧咸 踢伤了 马徒斯 这个 其实很关键 他不是特意踢 他 因为在中场 唱歌的时候 碧咸 飞到 他的大腿 马徒斯 顶了 一会 也顶不住 所以 当时 白人在后防 少了他 真的差一点 再加上 我们换了 白雙煞 后 真是神奇 真是奇迹 由90分钟 让舒凌 走不顶入 帮我们追平 那一刻 哇 簡直是回来 真是瘋了 真是 他人 醒了 整间屋的人都听到 那天 我记得是和朋友 一起看 哇 簡直是瘋了 好吧 1比1 想着 最后90分钟 追回家时 想着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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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厕所 放下几辆 怎料想进去的时候 哇 小小一起射入 保时也不用 连家时也不用 哇 簡直瘋了 那天 那天的心情 是甜酸苦辣 什么都试魂 上天堂 落地獄 什么都试齐了 那一刻的心情 真的很兴奋 那一刻的心情 因为我们 达到三冠王目标 那一层 以及那一层 我们真的 排除曼南 小组 有拜仁 以及 巴塞 邦比 我们手一名出线 拜仁是第二名 跟着一起出线 到最终 决赛对回去 那一刻的心情 真是难以形容 那天根本是睡不着 那天已经是夜晚深夜 我们夜晚是三点九 开波 我记得 看完都五点多了 那整班人就下去吃东西 开心心 哇 真是开心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真是 说回92年 拿英超 我自己在90至94年 没有机会看曼联 因为那时候 去了美国读书 当时的美国 是没有足球看的 不像现在 那么多足球看 是完全没有足球看的 所以92年 我英超的时候 我都不记得 因为那时候 连上网也很难 我都不记得 那时候看报纸 还是怎样看到的 因为那时候 连上网也不太流行 92年 我记忆中 应该是类似看报纸 或者怎样有朋友 告诉我 所以我的感觉 都是很不强烈的 要靠其他师兄弟帮忙 当然 我唯一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 小弟的偶像 白赖人粒神 终于可以是 在退休之前 赢到一届 联赛冠军 当时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一点 其实那场球 我们少了 坚利和史高斯 其实都 挺下风 因为他们两个 真的在中间 一攻一守 真的很重要 最初都不觉得 什么 越踢越不对路 真的 跟平时的 穩定性 攻击力 组织力 真的弱了很多 所以 真的被白人压住 来打 少了他们两个 那场球少了他们两个 我们的阵子也有少少变 最初是 碧咸移入了中路踢 傑斯是打右翼 踢到碧咸的位置 卜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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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结构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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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由蘇斯塔查拿回來的 他好像過股科 想過股科散中股科 在左手邊 左手邊按國球旗 還有就是龍門的好朋友 一個門柱和門尾都救了我們 再加上這個 舒米高 幫我們力撐 救了很多險球出來 頂到九十分鐘才能給我們一個機會 可以反省 其實那場球真的 怎麼說都會味無窮 那場球反省劍比之後 梳化真的可以換得了 幾個人在跳 幾個馬仔 那一刻極凍到真的哭不出來 那一刻 因為這個勾暖 其實我們已經等了很久 所以那次這麼辛苦之下 拿回來的含金量很重 那一刻真的很開心 那一刻 再加上我們拿到這條籤 真的不太好 小組已經要對著這麼強的球隊 出來後 就要對國米 還有對組技 嘩 怕去到決賽 再對白人 你說我們的籤 是否真的 真是厲害 或者是 含金量多高 你說 當時的強隊 我們都對了 差不多 是 同意 廣東拿師兄 我們當年歐聯的對手 多厲害 再說到 炒了一點點 當年捉獎杯的對手 都不弱 我們都贏了幾隊 英超的強隊 才進捉獎杯決賽 所以你所說的含金量 我們的三冠王 還有今年 我們曹炒鄰居的三冠王 我覺得 起碼對手來說 都差幾遠 沒錯 大家 吵炒鄰居的三冠王 我連看 連問 連想知道 也不想知道 因為根本沒有我們的三冠王 含金量那麼高 你記得嗎 捉獎杯那年 對阿仙奴 那個十二馬 有拍金主持的十二馬 因為阿仙奴得到十二馬 那個十二馬 根本是入了九成九 打算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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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拍金 拍金 或是射十二馬 射不可能 大家都 突然被輸出 輸出 那一刻的心情 真是很興奮 連梳化也踢爛 又不是開玩笑 今次被輸出 軍隊 在李視ل 抓住六馬 孫咪高 才可以幫我對球 你知不知道,心情是很難形容的 那一刻的心情,就像大巴上次 我們返勝大巴黎那一場 真是這樣的心情 真是說不出,開心得 真是眼淚都飄出來了 其實聽起來很羨慕 各位師兄有看到那場球 我想如果我當時有看到 我想我都會很開心,很深刻印象 可惜最近才開始喜歡看足球 最近才喜歡了萬年 Ryan,被你截了,好 我也想問一下簡東拿師兄 那年爛了多少張梳法 不過簡東拿師兄說得很對 那些心情當然是興奮 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簡東拿師兄說 要有一些大陸級的球員 而且是有鬥心的大陸級球員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但大家不需要太過失望 因為大家正正今屆看過一場 我們對大巴黎那一場 的確有這樣的鬥心 所以接下來 蘇西亞查其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現役的球員 再加上今年下季收購的球員 蘇西亞查如何激發他們的鬥心 如何可以發揮他們的小宇宙 這個就是看蘇西亞查 Mike Phelan 那個人的感覺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真的有看到 那場播就好了 我覺得如果有看到 我會很深刻印象 其實應該都會 我已經帶回你一個留言 我記得在那個訪問 廢格信當時也沒有想過 不用加持 他也想著要加持 他當時在想著 和助教想著 如何換回陣 因為當時太多錢 都滿了出來 他還想想想 如何換回陣 排回平衡一點的陣 這個題目真的很深刻 原場前那一刻 90分鐘 那一刻 突然間心情 看到一個曙光 然後再收拾一腳 嘩 那一刻 之前那一刻 那個難受的感覺 完全沒有 換來一種喜悅的 還有 不敢相信 萬聯真是做到 三個冠軍 將不可能的 變成有可能 八個黑心 就興奮到 永遠不忘記 我已經分享我了 九九年那一場 其實和其他師兄 都大同小異 我們馬來西亞 在這裏 二十年前想看直播 比賽比較難 尤其是有錢 收費電視台 我們在這裏 我們是和一個印度叔叔 在一個印度叔叔的家裡看 他們是和我們一起踢球 他們就住在另一棟樓 所以 就兩點多起床 爬起床 就過去家裡看 過程 大家都 大同思議 第二天 就抱著 很興奮 很開心的心情去 上學 其實 在我心目中 其實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很深刻印象的比賽 就是 看了一場球之後 開始終於曼聯 應該是 我忘記幾年 不知是1950 1996年 有一場球是 曼聯對利物浦 的足重杯 決賽 賈東拿 在那場球中 入1比0 贏的 然後 其實 最另外一個深刻印象就是 他可以被人 迫到他那個 兩個球員 迫到他那個位 他可以把球出來 再繼續踢 控球拳 控球拳 依然在你腳下 那場球 真的很深刻印象 那場球的足重杯 簡直 整場球都不太好 但這是球員的質素 一個機會 一個閃身 拉後人 拉後人 一個閃身 射入了 簡直 這球球也是瘋了 在鵝眉嶼頂 射身 拉過去 穿過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的人脈 踏踏 就是給他找一條 鵝加路 放了一個球 入行 我正正想說 他覺得 射球其實沒有什麼力氣 但是穿過很多人 有腳底入 兩位師兄 講起這場球 就是今早我講過 我記得看回廢Sir的回憶錄 廢Sir說 當時見到 利物浦的球員 在開賽前那套西裝 穿得很威死花潮 穿得很... 怎麼形容呢 是很... 很誇張 廢Sir當時已經很有信心 說一定會贏這場球 鵝那場球 阿... 簡東拿 被人抹到死了 幾個人輪流招呼他 他那場球 發揮得不太好 真的 但是呢 這些就是級數了 機會不用多 一個機會 就進來球 我們把杯子捧起來 整場球都被人看得很困難 但他一點都不急 浮躁 等待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的 做完呢 一定要學這些 不要每次輸了 就沒有心機踢 就不知怎樣 不知怎樣 不知怎樣 發細毛 我慘了 簡師兄 這場球 我就沒有看直球了 我也是看重球 不過 我只想說 簡東拿的球 只能夠用這個 百步穿揚來形容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好 技術的表現 完全是 1999年歐聯杯決賽 萬聯對拜仁那場球賽 其實我本身是沒有看過的 只是通過報章 得知成績 還有很多球賽 裡面的過程 都是通過報章 那裡知道的 之後呢 還經過電視台 體育新聞那邊 看他那個 入球的精華 才知道 萬聯呢 當時呢 是神奇逆轉奪貫的 雖然呢 我是沒有 親身去體會到 那場比賽 但是呢 當時知道了成績之後的心情呢 都是 好興奮的 是由心發出來的那種 好開心 其實那一年呢 萬聯都創造了很多奇蹟 比如竹總盃 他們在半決賽神奇打塌阿仙奴 取得決賽拳 其實對於我來說呢 當年三冠王呢 是萬聯歷史裡面 幾震撼的一幕來的 在我記憶中呢 萬聯在那年的球賽 都表現得相當不錯的 很多反級的比賽出現 其實呢 在賽季中段那時候呢 已經感覺到 萬聯在那個賽季呢 會做到一些神奇的事出來的了 很多很多的愚感 覺得萬聯呢 會在那個賽季取得一些 很特別的成就 但是呢 就沒有想到最後呢 會是取得三冠王咯 喂 簡東拿師兄 我聽你的背景聲 好像在過馬路 小心小心 過馬女要小心 還有呢 想回應Anthony 你講的那個資訊呢 跟我的記憶 或者是我看過的訪問 就剛剛倒轉了 其實當時呢 就說那些助教呢 就已經給了一些計謀 給費Sir 怎樣去換人 或者怎樣去打 預備打過加時 但是呢 我真的沒有記錯 真的有機會 做一些功課 找一些資料先當時 我記憶中 就是費Sir 跟他們說不用了 我們這場球贏了 這樣啊 不過我真的可能有機會記錯 有機會都 不如我們兩個 或者其他師兄弟 有興趣 可以幫忙試試做功課 究竟當時費Sir 是很有信心 還是都在預備打加時 其實呢 其實呢 不是那麼適合位置射的 他真的很厲害 忍一忍後半步呢 就能射到 簡師兄 最難就是 忍一忍後半步來射 即是 足球我自己不太懂得踢 他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打籃球那些 Fair away 雖然1999年 我好像沒開始喜歡萬魚 但是 但是 我都覺得 那時 那些 即是歐聯那個 排迷決賽啊 萬聯對敗那場 都很厲害的 級數很高 比現在 那些 球員高幾 高兩班 唉 現在的球 球員都是 不知道用什麼心態的球 1999年那個決賽 我就沒開始喜歡萬聯 我可能沒看的 真的 我都說不到太多了 如果說最深刻印象的一場 比賽 最令人難忘的就是在正賽 正賽後端 阿仙奴博得一顆十二碼佛球 其實當時我看到這顆十二碼佛球的時候 我都已經不想再看的比賽了 我覺得 這一顆球 九成九位可以踢入 而且還在比賽的尾端 所以當時我都不敢直視那個電視 不過呢 真是很有奇蹟就是 因為 舒米高竟然神奇地撲出這顆十二碼佛球 可能是 這顆佛球 被舒米高成功撲出 激起萬聯全隊的士氣吧 所以 就那個時候開始 萬聯的士氣就 踢出來了 當比賽打到加時的時候 我們的傑斯 就上演了一幕神奇 神奇的一幕 竟然在中場那裡單騎過 一連過幾名後衛 然後對著 守門員 David Seaman 踢入那顆 智聖球 當時我真的興奮到 整個人跳起 而且當時 整個人都沒有冷汗了 那場球真的令我 非常之難忘 那場球看完之後 我都很難睡得著 真的太興奮了 也太神奇了 那場比賽 真的太神奇了 當時捉獎盃 龍門是 不是舒米高 其實我一滴機 都沒有 跟舒米高比 就好像不夠 差一班 都不夠舒米高強 這樣 其實講一班最深刻印象的 麻聯比賽 還想說 就是 07-08年 我們拿歐聯冠軍 擊敗車路士 那場球 其實那時候都經常看球 但是 其實那時候 打這場球之前 其實心裡都不是說 那麼有信心 因為對上車仔 都好像 沒有說一定有必成把握 那 看球 那場球 其實 就是 那場球 都覺得很好的 因為很快 布朗就右邊傳中 給斯林入球 想著 咦 應該真的行 但是其實很快 就被 不見到是否林伯 應該追和了 那 接著也是膠著的 其實就 都 15-16那時候的心 看上去有沒有說 有很大的把握 和99年那場比 就好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 一面倒攻勢 但是到最後 我覺得最關鍵 就是到巴 被人趕了一場 那所以12碼沒有去粉射 那去到12碼的時候 最想不到 最想不到 就斯朗真的會射失 那時候斯朗的狀態 我想是 在曼聯這麼多年裏面 最巔峰的一年來的 但是想不到 這麼重要的賽事之下 他射失了這個球 那時候 真的很失望 很失望 但是 堅持希望 還有機會可以 贏得到 但是射一下射一下 射到最後一輪 其實那時候 其實那些眼淚流出來 想著真的會輸 其實是不敢看那12碼的 幸好上天都眷顧馬聯 那真的射失了 泰利真的射失了 其實是救不到的 是自己射失的 接著就 到最後一刻 看到 斯朗當時看到 安達莎救了奧利卡索爾馬的時候 就是 他 瀑在地上哭了那一刻 就是忍不住都跟著一起哭了出來 我記得那時候 是和我小朋友一起看的 就是 阿哥在小朋友面前 就是不會哭的 但是 實在太開心了 就是忍不住就哭了出來 接著就天亮 接著就 就懷著一個很開心的心情 繼續上班 跟那些同事在那裡聊 就是那種感覺是怎麼形容呢 就是 很難以忘懷 由 就是 地獄回到天堂 其實這一場都是這樣的 在泰里射失十二馬之前那一刻 真是萬年俱背 但是最後都終於拿到一個管軍 也都是我們近年 最後一個的歐聯管軍 希望我們會盡快可以 重奪英超 重奪歐聯 首先要多謝大巴和美美出這個題目 在這個時間出這個題目 簡直是完美 很喜歡那個題目 老人說當年 適合我這些老人家 真是讓我們回憶再回憶 那 沒得好說的了 一定是1999年那場波 要說就 那個印象 是很深刻的 那 其實整場波當中的過程 很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為什麼呢 我只記得我們落後了之後 根本我就沒有心情 看那場波 是很不開心 那一路去到 加士的時候 我們追回一球 那跟著我的反應是 呆了 坐在那裡 其實那一刻是真的不相信 發生這件事 我們竟然可以追和 那我在想要踢加士 死了 會不會頂不住呢 那些球員這樣 谷法 直到蘇斯克查再射在那顆之後呢 跟著那開始那個人就發了癲 那我記得呢 我第一時間衝進房子 叫醒我老爸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 老爸是 教我看球 教我踢球 很小時候已經是這樣 但不知為什麼呢 他那場波 可能太累了 他就沒有起身體 那我當然要叫醒他 跟他分享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記得他是睡得 朦朦朧朧朧 那樣樣 被我炒醒了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呢 那一刻呢 我自己又忍不住在那裡哭 那嚇到他了 真的不好意思 嚇到老人家 那我還有我記得當時呢 我們 在家附近周圍呢 是很厲害的 那些聲音那一刻 不可能在家附近 是很多萬聯球迷在看球 我懷疑 是四圍都很吵的 現在回想起 唉 真的 都很感動 那一刻 沒辦法 我覺得 無論幾多年之後 都是會記得那個感覺 從有一點都想說 為什麼會這麼激動呢 為什麼會這麼激動呢 是因為我們那個進級過程呢 我們是贏了很多強隊 才去決賽的 我們真的很難才拿到一個杯 我都很感謝這麼多位師兄呢 參與我出這個題目啦 我都怕幫大家講 周圍這一刻的 那我想問阿威仁師兄呢 那你爸爸有沒有哭呢 你哭的時候 你哭 其實這個 這個題目挺好 讓我想起 說回當年的回憶 然後 我記得當年那個時候 我小朋友 已經喜歡萬聯 然後 一直看著萬聯 很努力地 進級 我最記得 他去決賽之前 好像是對 早記 如果沒有記錯 都打得挺辛苦 那時候 早記 對球 都不差 那些人 然後 很辛苦很辛苦 才 打到有決賽 對白人 白人那時候 都很厲害 不用說了 然後 那最慘呢 又沒有了 又沒有了 史高斯 沒有了 那 沒有辦法 停賽 那 唯有靠 阿sir 那些 創造奇蹟 那 那 開頭 大家都 有功有手 挺好看 然後 突然間 被 被一個佛球 我記得 孫米高 看不到 射了之後 都沒有反應 接著 那時候 都很早 打算一追 因為那時候 我們 對球 很有拼勁 對不對 不會 那麼快 沒有放棄 這件事 根本上 就是一定要贏 決心很大 一直在僵持 很久 又 你攻我手 我現在 一百人 又中眉又中暑 嘩 嚇到你了 真的 尿都飆了 那時候 那 看到阿sir 開始 下半場 開始想辦法 然後 又換人 又行 又換 舒靈涵 又換 蘇斯克查 最後 去到保時 嘩很緊張 接著 一個角球 第一球 第一球 嘩 舒靈涵 射入了 接著 嘩 覺得好像很開心 突然間 目明其妙的興奮 那接著 再隔多一兩分鐘 接著 我們現在領隊的 蘇斯克查 嘩 又弄了一顆 即是當堂是個人很high 接著 聽到旁邊左右 那些鄰居 開始在那 呼叫 在那咆哮 接著有些人在那裡哭 不知道什麼事 接著我在那裡喊 接著 弄得被我媽媽不斷罵 因為 真的太惹 對不對 但是真的很興奮 嘩 真的說到今時今日 我還很想起 當年的 那種 情景 真的很懷念 真的很懷念 蘇斯克 真的要 回一回應你 你說起 整個街頭 聽到響聲 我很深刻的印象 不過 就不是決賽 是四強 贏阿仙奴那場 那場 當時 我們這些屋邨仔 坐在球場 聊天 很記得那場 因為 不是太野踢的 應該是 都十多人 11點鐘的時間 但是 是整條村 我坐在公園裡 是聽到整條村 在那裡喊 當時我剛剛 打完 沒回家 沒去看這場 然後 立即打電話 問朋友 打回去 問萬聯 贏了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跟我們說 說 傑斯一 一個樓幾個 入了一個球 所以全場在喊 是很 很 很特別 很少可 會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 你會在 一個空曠的地方 聽到整棟樓都喊 是呀 Ryan 記憶中 那一年 萬聯的 而且確 在 很多比賽 都踢出很多神奇 都踢出 成績都不錯 那一季 好像 冥冥之中 我注定了 那一個賽季 是屬於我們萬聯的 我還記得那晚 決賽 第二天 終於起床上學 接著 見到 不知 我見到街上 很多 撕難度的波飛 接著 即 有投注 接著 回到學校 即有些同學都會偷地去 下注 接著 有些 同學還在說 唉 我90分鐘 撕難了張飛 嘩 接著我心 唉 怎樣 真的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很少 真的 那一次真的很經 經典 真的 在這裡 補充 一句 嗯 嗯 頭注 不是那麼好的 即 不要沉迷 但是 自從那次之後 我每一年 基本上 如果我有看的 歐聯決賽 即 不管是萬不萬聯 我都會 下注一點點 因為 其實 我不是說打算贏錢 是 即 我也下注 看球的時候 那個投入感 會 增加很多 還有 整班朋友一起看 即 有話題 如果你 始終你 不下注的心情 還是差一點點 不過我還是建議 不要沉迷 即 玩一下就算了 不支持沉迷 回答咪咪咪 我爸爸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根本他就睡到蒙蒙隆隆 他以為我發生什麼事 還在哭 其實我都來講 因為當年 其實我 我的目的就是 不想拜仁 贏到球 事後有一集訪問 當 當 蘇迷涵 追回1比1的時候 因為 廢Sir的訪問 廢Sir的訪問 他說當時的助教 麥卡良 叫他 阿Sir 可不可以轉回442呢 廢Sir說 不用了 拜仁不行了 他們玩完了 這樣 即是說 他根本是 不會進入家事的 即是說 他很有信心 OK 首先 即是說 其實 九九年那場決賽 我就沒有看到 沒有看直播 因為當時 住的那些堂樓 即肯付錢 都裝不到那些收費電視 這樣就沒得看的 不過之後 第二天 身分之贏了 都很開心 但原來 後來看回整場比賽 我簡直是 看完都流眼淚 只能知道結果 如果真是最深刻 看那場決直播 就應該是 08年歐聯 那場決賽 即是 即是 其實 其實都很灰 那時候 去到尾吃十二碼 即是我的手 還記得泰里吃十二碼之前 我手已經按住 關電視的按鈕 想著 如果一射入了 我就關電視睡覺 沒眼看的 誰知道 一射不入 我當時 興奮到跪低 舉起手 當然 我忍住 就沒有出聲 沒有喊到 最後贏了冠軍 也都開心到 非常開心 翌日上班 也是 興奮了很久 其實 其實呢 我都覺得 投注 阿信兄 多謝你的更正 可能我記錯了 是 都是大巴 你們 跟阿信兄 你們最好記性 其實呢 我都覺得 投注不好 但我自己 都會投注 譬如有七萬年 跟其他球隊對打的時候 我一定會買 對家贏 或者買賣和 為什麼呢 因為我 買到都不中 所以我希望 萬年 就贏了 所以我每次都買對方贏 買和 再保險些 好了 輪到我說 肯定不用說 一定是 九十九年 的歐年冠軍 不過上當年呢 我就 不是說 好識 看球的 但是呢 都是支持萬年 在我們這裏 馬來西亞呢 我們 通常都會出現些 比較說 茶檔啊 就是 那些 檔口 茶檔喝茶 很多人都會在那裏 看球的 所以就會有些大電視 所以 很多人就會在那裏 聚集在一起 那裏看球 英超的支持者 就是萬年的支持者 可能就會坐 坐 跟著 拜仁的支持者 就會坐 一邊 這樣呢 就 在開場不久呢 我們就落後了1比0 所以整場 是很刺激的 不過呢 萬年的 萬米呢 心情很低落 而我們的心情真的很低落 變成了呢 一直 期待 等著 我們的 入球 終於在90分鐘的時候 其實 很多 我記得 拜仁的球迷都已經 點著那些 火了 那些紅火都點著了 其實在那裡慶祝了 我們的心情 看見這樣的情況 唉 還失落 我記得 我們 那時候的 萬年呢 我們的角球 是很厲害的 因為有迫陷 又 這個 呃 賺球 所以 到 最後 90分鐘 他們點 點著了那些火的時候 萬年中 就是 當 他們點著了那些火的時候 呃 我們終於駁到第一次 90分鐘的 一個 角球 當這個角球 一搏到的時候 我們就 全部都停下 呃 希望 這個角球 可以令我們 起水回生 呃 可以加試 甚至乎 有機會可以贏 所以我們全部都停下 看起來 誰知道 開完那個角球出來 真的 射入那個球球之後 我們全部 萬迷 當場的 所有的萬迷 都站在椅子 那裡 桌子 在那裡慶祝 在那裡喊 我現在 還可以想起 當時的情景 雖然不是在現場看 其實 真是不生難忘 我最記得當年 馬圖斯 被人換了 入後比的時候 等著等碰杯 跟著見到 阿蘇瑞 射到2比1的時候 反勝 跟著在那裡飆眼淚 唉 我心想 唉 鬼咩 你們打算贏硬 誰知道 我們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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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亂球員 賭了命 非勝不可的 心情 戰意 摧毀了他們的夢想 多謝大巴 其實當第一個 入球 未開心完的時候 第二個角球 接著進來 我們的 萬米 當場的萬米 全部都定了 在那裡準備 看著第二個角球 開出的時候 果然真是 被蘇瑞 頂了入去 很多很多 萬米 在當場的 其實 真是 開心到 我都不懂 怎樣去形容 直到是 我們是喊到 喉嚨都爆了 喊到 喊到沒有聲音 喊到 站在桌子的又又 站在 燈子的又又 喊到 我現在還可以想起 當時的 情景 我真的很激動 多謝大巴 給我提出這個題目 有機會 提出題目 給大家說 也多謝 各位師兄 參與 多謝 唉 不好意思 說到99年我就忍不住了 真是永遠都不要忘記 我不好意思啊 我真是管治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才留言 因為我剛才真是 剛剛做完事 開完會管最後一分鐘才留言 因為我真是很想 很想講出當時的情景 在我們大馬這裡的萬米 真是不好意思 我遲了 遲了留言 所以昨晚這場波 其實跟99年的時候 那場波真的很相似 所以昨晚可以看回 真的很開心 很感動 很開心 跟99年的時候那些感受 真是 所以我說 真是看以前萬年踢球 真是一種享受 不是一種激氣 不是怒氣 是一種享受 再說 昨晚 昨晚長 99年的紀念賽 真是有這麼多萬米 今年 可以一起看球 一起聊 一起度過 真是 真心那一刻 真是很開心 很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的錄音時段 又來到這裡 第一 謝謝美美給我們這個題目 第二 謝謝各位朋友 分享他們的感受 還有說真的 大家都 非常之說得好 當時的情況描述得相當之好 我想很多朋友都心同感受 這件事 有時我會跟英國那邊的萬聯球迷 有時聊天會說 雖然你們在英國看 可以即場看 或者看現場 甚至乎 可能你覺得 一些國際球迷 大部分都是勝利球迷 但我也跟他們說 其實有很多球迷 第一 他們跟你們一樣 這麼支持萬聯 第二 其實他們看球 不跟你們相差太遠 他們就很辛苦 要塞車進去看 但是亞洲的球迷 其實都要熬夜看 是半夜看 其實有一部分 英格蘭當地的球迷 都覺得很奇怪 是半夜起床看球 不是吧 所以如果有些 可能認識多些 世界上不同的 萬聯球迷的本地 英國那邊本地的球迷 他們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會支持萬聯 一場很經典的比賽 說真的 過了二十年 都還是跚跚落島 還有一次多謝 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 還有說起賭球方面 我想我自己是不賭球的 亦都好像Lucas 或者Mimi 都不是鼓勵大家賭球 不過還是那句 希望大家從合法的途徑 千萬不要沉迷 還有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很少說賭球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懂 就是這樣 今天就做了一次 多謝各位的分享 還有我在這裡 希望萬聯 接下來會有更多 經典的賽事 讓我們作為萬聯球迷 都可以經常回味一下 我們的精彩比賽 多謝各位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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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